- 歡迎收看小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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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今天繼續來玩高人渡全成就系列 - 上一集呢 - 我們把那個輕鬆生活解完了 - 那之後的 - 我看了一下那個成就啊 - 好像也 - 沒有什麼可以短時間裡面解了 - 像是這些 - 管子形狀啊就是靠得住啊 - 他們這些都是用時間累積 - 所以這邊應該會開始 - 慢慢的 - 經營地圖了吧 - 就會有點像是這個新手教學 - 這樣子了 - 那我也在想要不要把這個過程也剪成影片啦 - 那就看你們覺得 - 或者是我就乾脆 - 用那個掛網去把一些 - 該掛的掛一掛 - 這樣子的話 - 可能你會看到我的週期會跳的比較多啦 - 那你們覺得 - 如何呢 - 我是應該 - 因為現在接下來的話應該都會跟 - 應該都會跟 - 新手教學的 - 幾乎是一模一樣了 - 雖然我們現在那個食物也沒在缺 - 啊食物可能會有點缺啦 - 最近的話因為事實說開始不夠了 - 那 - 可是食物也不難解決啦 - 我只是還沒有 - 跨心思去解這個 - 哈希的部分 - 所以就 - 感覺這會還好的 - 會變成新手教學這樣子啦 - 嗯... - 就看你們覺得吧 - 嗯...可以... - 欸... - 還是我們要弄個投票 - 你們覺得... - 要不要... - 場出的... - 就是慢慢玩 - 或者是... - 我就... - 直接... - 把一些該掛的掛一下 - 然後去... - 阻解成就 - 嗯... - 如果慢慢玩的話 - 那後面就會變成... - 會是一個系列啦 - 可是就是... - 很久很久才會解一次成就了 - 因為後面的成就都是... - 很需要跨時間下去的了 - 那前面的都是一些很快解完 - 那後面的話... - 最快的話可能還是有一個啦 - 就是... - 衣服的那一個 - 喔... - 我再加一個小孩就可以了 - 可是... - 目前我應該還不會再加到太多 - 喔... - 這邊八件衣服 - 對... - 所以就... - 慢慢來了 - 那我們這一集就... - 先慢慢來吧 - 啊... - 我們... - 看一下那個... - 呃... - 我們上一集這邊已經... - 樹架已經有在產了 - 嗯... - 嗯... - 因為我們之後要蓋那個... - 管道喔... - 管道會用到很多的塑膠耶... -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養一下龍毛蜥 - 嗯...養一下龍毛蜥 - 龍毛蜥這邊... - 剛好有一顆蛋 - 好... - 那我們就先分配一個房間出來 - 在這邊... - 欸... - 溫度應該是適合啦... - 那... - 先在這邊做一個房間養個龍毛蜥吧... - 然後清氣的話可能就是後面... - 哇... - 清氣應該要還久耶... - 因為清氣我就需要用到那個... - 噴...噴口的水了... - 所以...噴口我現在還沒有開發... - 所以...噴口我現在還沒有開發... - 所以就先把那個... - 樹化系養出來... - 這邊用龍根磚... - 搞不好之後要用冰樹這邊... - 這邊... - 目前... - 冰源應該也有找到了... - 欸... - 兩個噴口我找到了耶... - 都在這邊耶... - 很不錯... - 所以我們的那個... - 水庫到時候可以規劃在這個地方... - 水庫規劃在這邊... - 嗯... - 那我供水本來就在這裡... - 不錯... - 之後... - 原油... - 來... - 先做一下念油廠... - 念油... - 啊... - 鍛造廠... - 鍛造廠... - 啊... - 我看一下喔... - 這裡要拆... - 基本上後面... - 繼續玩的內容... - 就會跟我的新手教學差不多了... - 新手教學裡面有蓋過的模組... - 可能這邊都會蓋一蓋... - 喔... - 真的沒什麼必要的話... - 才不會蓋吧... - 像是那種墨布殘養... - 沒什麼必要的就不會蓋了... - 那像是那個... - 高娃水庫還是會用到的... - 這種東西還是會蓋... - 還是會蓋... - 所以... - 我也不知道... - 要不要把這個... - 跨這個時間來講解這些... - 小細節啦... - 當然如果你們覺得... - 這種不錯的話我就繼續原用... - 喔...就是... - 盡量... - 細節的部分都給... - 留給... 剪給大家看,對... - 因為這一次我覺得... - 細節部分比新手教學多... - 反而比新手教學多... - 因為新手教學是... - 呃... - 每一集都會有一個目標... - 每一集都會... - 講到一些東西... - 可是... - 困難版這一次就... - 並沒有... - 比如說... - 先有教學的時候是... - 特別講那集高娃技樣... - 那那集都會是高娃技樣的問題... - 可是... - 高難度這一次就不是... - 因為... - 高難度我... - 給大家看的是我這個進度... - 這樣子反而就... - 細節的部分會比較多啦... - 來... - 這裡我就... - 給這個... - 原油管線就可以了... - 拉上面吧... - 這邊也是一樣啦... - 直接用原油... - 做冷卻液... - 然後排回去... - 直接用環境降溫... - 那這個其實也可以蓋一套模組出來的啦... - 只是我一直很難得搞那一套模組... - 因為那一套模組... - 也沒再缺那個電力就算了啦... - 欸... - 其實也好耶... - 我想想喔... - 因為我們... - 如果改成用蒸汽機的話... - 那蒸汽發電也可以給一些電力... - 也可以加快我們... - 解成就的速度... - 所以... - 蒸汽發電喔... - 蒸汽發電已經可以蓋了耶... - 嗯... - 嘖... - 可是我們沒有很好的... - 喔不會... - 用石油就可以... - 用原油做那個液體... - 然後繞裡面... - 好... - 我看一下... - 應該可以設計... - 欸...那這樣子要整個大改... - 這個管線就不用了... - 喔... - 這條還是要一下... - 喔...我想到了... - 我們這一集就來處理這個東西好了... - 希望這一集裡面可以完成... - 呵呵... - 應該是可以了啦... - 這樣子就會有點偏離那個全成就啦... - 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這樣子... - 喔... - 這樣子這一集就完全跟成就無關了啦... - 呵呵... - 呵呵... - 單純就是我想蓋... - 我們先灌一些原油在這裡喔... - 然後... - 做一個... - 放...那個... - 蒸汽的區塊... - 其實不用太大... - 看你要怎麼設計... - 我就隨便設計好了... - 那這裡要用到隔熱磚... - 居然沒有研究隔熱磚... - 來...研究一下... - 這裡我們就... - 到時候這邊是為那個隔熱磚... - 恩... - 蒸汽機本體也要降溫耶... - 蒸汽機本體降溫的話... - 我們就先用冰樹吧... - 短期時間內應該也不會超過一百啦... - 這個... - 這樣子... - 之後再用冰樹... - 等有水冷機的時候再那個... - 蓋成水冷機... - 再來蓋這個... - 循環管線... - 因為這邊要讓它... - 水循環... - 我們只需要一層就好了... - 痾... - 呵... - 金屬管也要研究這樣子... - 欸水冷機還是會出來耶... - 可是我們沒有... - 超冷耶... - 還是先不要用水冷機... - 那趁研究的過程... - 我們先來處理一下這邊這一個... - 這邊這一個... - 水箱好了... - 那... - 看一下喔... - 水箱這邊是用來... - 存放這個原油啦... - 如果溫度適合的話... - 就會從這邊... - 進來這裡... - 痾... - 還是先不要那麼麻煩... - 我們先想這個... - 這一個循環... - 就是這邊過來嗎... - 這邊過來... - 然後... - 跑這裡... - 然後再回去... - 首先是一個這樣子的循環... - 齁... - 然後我們在這邊... - 再做一個延伸... - 那... - 就會改成說... - 從這邊上來... - OK... - 那溫度適合的話... - 這會過去... - 進入這個喔... - 誒... - 鍛造場... - 喔喔... - 這個這個不行... - 鍛造場是4格高... - 嗯... - 放底下好了這樣子的話... - 放底下... - 溫度適合的話... - 有點醜耶... - 溫度適合的話... - 進鍛造場... - 給鍛造場出來... - 還是要拉回去... - 喔... - 拉回這邊就好了... - 對... - 拉回這邊... - 沒問題... - 或是拉這裡... - 拉這裡應該會好看一點... - 欸... - 拉這裡好像也不行... - 對... - 拉這裡不行... - 除非這裡要一個... - 這個... - OK... - 然後... - 這邊拉回來... - 好... - 那就是... - 溫度適合... - 進入鍛造場... - 那... - 溫度不適合的話... - 就會跑進... - 跑回來這個水箱... - 跑回來水箱... - 就會重複這邊的循環... - 重複到這個溫度被降溫之後... - 才可以進去這個鍛造場... - 那進來這邊就是... - 給那個蒸氣發電機用... - 那裡面的管線... - 可能要等那個... - 金屬管... - 喔... - 這邊我們只需要倒一層水就可以了... - 那... - 那一層水... - 就會把氣體壓出去... - 所以也不用做任何的抽真空... - 可是如果你是放兩格... - 可能要放那個... - 水冷機的話... - 那... - 你第二層可以用那個鹽水... - 就一層水一層鹽水... - 那你也不用抽真空... - 這樣子你可以比較方便一點... - 呃... - 不過不能用汙水... - 用汙水的話... - 汙水會... - 變成那個沙子... - 那... - 沙子狀態... - 很大的紀錄會變成... - 固體狀態... - 那就會把裡面的機器... - 卡住... - 所以這邊只能用水跟鹽水了... - 這兩種也是很容易獲得的... - 那你就不用抽真空了... - 抽真空也是很麻煩... - 然後那個水... - 也不用倒太多... - 就看你想要多少... - 直接倒那個量... - 很好控... - 應該差不多了吧... - 欸有了... - 那我們裡面的話... - 就只能用銅了啦... - 現在... -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金屬... - 好... - 恩... - 嘖... - 感覺我排水口放中間好像比較好... - 啊至少這樣子溫度比較平衡啦... - 這兩邊加溫... - 這兩邊加溫... - 這兩邊加溫... - 這邊是進水... - 那... - 這裡我們倒點水下來吧... - 好看一下喔... - 這邊已經7.6公斤了... - 然後7.9了... - 有點多... - 所以不用再加了... - 之後這邊... - 對... - 綠器卡到... - 那... - 這裡的話... - 我們直接... - 在底下... - 這邊先換那個... - 葛樂磚... - 這樣子會把一些多餘的水壓出來... - 有點多... - 大概平均一公斤就夠了啦... - 先讓它倒掉多餘的水... - 好...綠器也出來了...OK... - 那這個你就... - 多蓋幾次... - 看那個量夠... - 就可以啦... - 當然你也可以叫小孩來插水... - 可是插完那一瓶水也要帶走... - 不然... - 那個瓶裝放在這邊... - 到時候... - 蒸發還是會變蒸氣... - 那個原油已經有在自循環了... - 好... - 那就插這邊自動化... - 自動化的話... - 我們就是用那個了... - 液體... - 溫度... - 感應... - 這個... - 然後我們這邊啊... - 那個... - 原油啊... - 它的氣化點是... - 399嘛... - 所以這個... - 你要根據這個鋼鐵... - 如果你是產鋼鐵的話... - 用原油是加熱... - 喔... - 現在沒有進去... - 我們先開... - 開一次... - 要先讓那個原油進去... - 然後它會告訴你... - 用原油的話... - 它一次會加溫多少... - 我沒有記錯是130多啦... - 所以是它的氣化點... - 減去... - 它的渣熱的... - 度數... - 原油好像是加130多... - 那... - 這個就是我們要設計的溫度了... - 我們先設個... - 200以下吧... - 200以下才會打開... - 200再加... - 130... - 總不會超過了吧... - 它會加138.4... - 所以就是... - 399... - 399... - 這400減140啦... - 啊... - 啊... - 就是不能超過260... - 當然這個我們... - 安全一點還是... - 來個230就好了... - 就這邊東西打掃... - 警工打掃全部... - 好的... - 發電先接過來就好了... - 我們就接這邊的... - 自動化吧... - 我們只要... - 一旦缺電... - 就會打開這個蒸氣發電... - 嗯... - 啊這樣子的話... - 要多一個... - 電力回收啦... - 這是把這個熱力換回來了... - 這邊要多產個幾次... - 喔... - 原油放了有點多啦... - 這邊... - 嗯... - 有了... - 有超過100了... - 這裡有超過100... - 欸...有了... - 蒸氣出來了... - 可以... - 嗯... - 其實還蠻簡單的啦... - 這個... - 雖然說它還可以做很多的升級啊... - 比如說蒸氣發電的降溫... - 用到冷水機啊... - 可是... - 並不代表說... - 它不可以拿來過渡... - 嗯... - 雖然... - 一次蓋到最完美是最好的啦... - 可是... - 拿來過渡用的話也是不錯... - 這至少我們有一個... - 偶外的電力來源啦... - 喔... - 這個原油溫度... - 也160了囉... - 蒸氣太少欸... - 看來水還可以再多加一點點... - 對...水還要再多加... - 吼... - 痾... - 痾... - 這樣子的話就有點麻煩了... - 因為水管要再加一點點... - 痾... - 痾... - 還... - 這邊先做一個水管... - 然後做一個аты meget在這裡就可以了... - 你會看到這個水管裡面有10公斤... - 之後把這個水管... - 維持一碟... 接過來就可以了 那就是要拉一堆的管線 這是為了這10公斤的水 ok 這樣子 當然你在附近啊 做一個Bump也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就要 在這邊放Bump要排水 要接電 太麻煩了 就蓋一下管線吧 反正管線也不難蓋 喔 這個 有在修了 這應該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解 64 然後那個水破管啊 上一次有人提到 玻璃工廠就可以了 對耶 玻璃工廠是可以一直修 可是我們玻璃產量 不需要那麼多 嗯 所以就先不要吧 這邊就慢慢等在修就好啦 那後面的成就都 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到的 都沒差了啦 這樣才慢慢來 反正還有很多成就要解 這管進去的話 一格就大概3公斤了 哇 我們電力有那麼充足嗎 真的假的 還是有人在充啊 這個可以先關了 真的沒電再來充 嗯 有點嚇到耶 喔喔喔喔喔這個 這個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殘忍 居然 這個不是1200 這三台加起來也不會超過1200 2吧 它能撐下來耶 看來我人力發電也可以拔掉喔 嗯那這個做起來還是不錯用的啦 再增加發電 它滿載的話 是可以發 850 欸 我們要試一下那個 那個針片嗎 欸我好像以前有做過這種事情耶 搞不好可以耶 欸對啊可以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螢光蟲發電 分流到其他地方了 這個可以分流到其他地方了 這個可以分流到其他地方了 產生的熱力然後再加 1.5倍的話 那個產能很夠 建築工沒事的話 你也可以去操作啦 對 沒事去操作幫忙吧 那這樣子 多一個人來操作看看 喔食物差不多用完了啦 嗯 不過這邊還有很多移動的食物 他們好像都不會饑餓齁 不會饑餓這沒事 這不會吃銅板 有了有加到咯 欸 現在是來不及降溫 沒有冷卻液耶 哈哈哈哈 沒有在耗這裡的電力耶 尷尬 把玻璃公餐弄回來 哈哈 這電力不耗 這個蒸氣發電就不會操作 不會操作就不會有冷卻液 沒冷卻液就會 沒辦法 鍛造了 所以我們 能力發電這邊可先拔丟 不需要再用能力發電了 然後 玻璃工廠 所以這邊好像不太好 呃 塑膠工廠為什麼停了呀 喔 對 那我們就多慘一點 好啊 這個反正要關的話就切換這個就好了 就直接讓它齊續慘吧 這樣子多燒一點電力 呃 哈哈 它沒有在撿呢 這個電力 有人去睡時嗎 突然間電力太多耶 看來這個太陽人 拆掉 而且我也沒辦法把那個 玻璃工牆接一撿 喔 可能要用粗電線嗎 嗯 要改成粗電線的啦 這邊可以蓋啊 嗯 有了有了有了 蒸氣發電有操作了 會加很多 一千兩百多 喔 剛好可以抵掉 這兩個可以抵掉 多出來的電就是用來供應這個 塑膠機鍛造牆就好了 我等這個冷卻降溫 這邊就可以繼續慘了 OK 那就先 把配方按好就可以了 好了 那今天這集就先玩到這邊吧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忙按個讚 如果想告訴我這邊的 還會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看 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或者訂閱我的影片 喜歡想要幫忙按讚 訂閱我的影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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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小玉 我們下一集再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